我是信宏工業董事長特助Porter 那今天很開心受到台灣品牌藥費計畫的一個邀請 讓我有這個機會呢 針對品牌在到這個議題呢 向各位分享一些信宏的經驗以及看法 信宏工業呢是一間位於彰化北斗的壓住機製造商 那我們製造銷售以及設計鋳合金及鋁合金的一個壓住機 那以及包括壓住機的一個周邊的自動化設備 成立至今呢超過35年 那海內外呢都有不少的品牌以及代工廠使用我們的設備 董事長其實蠻早就已經有了品牌思維 很早就意識到說不能只做代工必須要有自己的產品以及品牌 所以早期在董事長的規劃之下呢 其實信宏這個產品品牌呢 就已經有蠻完整的一個CIS的架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是我們在參加品牌計畫之前 一直在使用的企業識別系統 除了標準色 標準字 字體規範 新聞稿 甚至還包括了跟傳統的草綠色不太一樣的一個機台配色 我們採用了比較簡潔的白色搭配亮麗的一個橘色 所以可想而知啊 我們第一年在參加品牌計畫的時候呢 其實調整CIS呢並不是我們所要的任務喔 真正驅動我們想要參加品牌計畫呢 是來自於一個我們想要轉型的一個需求 那我相信轉型這個課題呢 是所有的經營者呢 都會不斷的面臨到的一個挑戰 以及一個長期的一個任務 B2B的產業呢 想要轉型更接近消費者 然後想要進入B2C的一個市場 B2C呢 則想要轉型 進入到B2B的市場 實體店想要電商化 電商呢 則想要實體化 傳統產業呢 近幾年一直在談論的數位轉型 又或者是百年企業呢 想要透過形象的年輕化呢 去做到一個年輕的一個轉型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 很不錯的一個商業意義上的一個轉型 可是當我們在談論這些轉型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會碰到的一個挑戰就是 我們的團隊認同這樣的一個改變嗎 我們團隊的一個接受程度 或者是他抗拒的程度是多少 常常我們會聽到的是什麼 就是過去我們都是這樣子做 為什麼我現在要做一些新的東西 又或者是 可能製造業才會聽到的 他們可能會來跟我講說 我們拿講題啊 我們拿講題啊 你跟我講這些很fancy的一個新的概念呢 品牌概念 我都聽不懂 OK 所以我認為製造業在談論 品牌再造的時候呢 我認為呢 會面臨到的是一個 比較深層的一個挑戰以及問題喔 這個是來自於團隊的共識 對於企業的認同 對於品牌的一個了解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兩年 參加品牌計劃呢 其實我們不是 我們沒有優先把 重點放在CIS的調整 而是把重點放在了文化形塑的這件事情上 OK 當我們的重點確立了之後 我們的第一步 該在哪裡下手 因為我們想要做到的是一個 比較深層的一個影響 跟改變 而不是在停留在淺層的一個 而識別的一個改變 那循著這樣的一個脈絡去思考呢 就不難發現說 其實當製造業在思考品牌的過程中 其實呢 往往忽略了一個 很嚴重 而且很關鍵的一個元素 我們認為這個元素就是人 OK 我們常常在講說 品牌是能夠提供溫度的一個載體 可是當製造業在思考品牌的過程中呢 我們考慮的是什麼 我們考慮的是 生產效率能不能提高 成本能不能降低 我們的產品能不能銷售到更多的國家 能不能讓更多的品牌接觸到我們的產品 當我們在思考這些環節的時候 人在哪裡 人不見了 我認為當製造業在思考品牌的時候 我們過度於著重在 效率啊 成本這些 卻忽略了 其實在製造業中 最能夠提供溫度的人 那我們進一步去想 其實當一群人 他秉持著相同的價值觀 然後長期下來的一個行為累積呢 他其實就形塑了我們所謂的企業文化 而我認為企業文化 它才是真正能夠幫助一個品牌 在市場上做出差異化的一個 元素 一個核心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可能比較容易了解喔 Apple跟Google都是細骨相當成功的一個科技巨頭 他們也各自擁有非常傲人的一個創新文化 可是今天呢 你把Apple的一個獨裁式的 或者是追求完美的這樣的一個創新文化呢 放進去Google裡面 你就會發現完全行不通 又或者是呢 我們成功置入好了 那我們想像一下 Google今天的產品 如果用著Apple的企業文化 他今天打造出來的 產品或服務 會像是現在這樣互動性高 繽紛又歡樂的感覺嗎 其實我相信是不會的 這也就是我說的 其實企業文化 它會從內在去影響一個品牌 在外顯的服務以及 產品 OK 那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在這兩年的 品牌計畫過程中呢 我們把重點放在文化 我們希望打造出一個呢 是能夠幫助信宏在未來20甚至30年的過程中呢 都能夠讓我們持續進步 持續創造出差異化的一個文化 那也因為我們把文化看得比 識別或者是產品或者是服務 更優先更重要 那當這個想法呢 轉譯成 我們全新的一個品牌承諾的時候呢 它很自然而然的就變成了 不僅僅是一台機器 More than a machine 因為我們看中的 我們發覺的是製造業中最常被忽略的人 以及這一群人 長期下來的行為累積 然後形塑出的企業文化 好 那前面跟大家分享了 為什麼我們的品牌重點放在文化這件事情呢 那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兩年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我相信我們跟大部分的企業其實不太一樣 我們其實在兩年之間呢 跟兩家非常優秀的品牌顧問公司合作 分別是法博斯 以及薩伯卡馬 在2019年的時候呢 我們跟擅長品牌策略以及workshop design的法博斯呢 去做一個合作 我們透過workshop的方式呢 去深入的挖掘我們團隊的共識 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去挖掘我們團隊的一個差異 很常我們企業在講說什麼 忠誠啊創新或者是真誠等等的 這些朗朗上口的一些價值觀 可是呢當你實際去問到這些我們的團隊夥伴的時候 有可能每一個人都告訴你不同的答案 那我認為透過workshop的方式呢我們去找出這些差異化 然後重新調整大家對於這些價值觀的一個認知 那透過法博斯的一個引導呢 我們重新定義了我們的品牌價值主張 我們做事的核心原則 以及我們的組織價值 最後是我們的品牌個性 OK 那我認為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呢 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成立了一個10任的品牌小組 但這個小組成員呢 不單單只是高層的經理 不單單只是資深的幹部 最不一樣的是我們邀請了可能入職剛滿2到3年的一個基層員工 甚至是剛剛我講的KGONTUYA的現場幹部 一起加入到這個團隊裡面來 討論這些看似只能由高層決定的一些方向以及決策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我認為無論是品牌或者是文化 他都不應該只是 他都不應該只是由上到下的一個直達式的一個命令 一個指令 他必須要在方方面面上 在思考品牌再造的過程中呢 去考慮更多元的一個聲音 更多不同層級的一個聲音 這樣子打造出來的企業文化呢 才能夠真正屬於這個品牌這個企業 在法博士的安排之下呢 我們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呢 就完成了4場不同主題的一個workshop 以及3場非常高強度的一個內化課程 總共超過30個小時的一個腦力激盪 常常每一場課程結束的時候啊 因為都經過了4到5個小時的一個遮騰啊 那個很多的品牌小組的成員都來跟我講說 他們寧可回去工作崗位上做著 他們原本分類應該要做的事情 可見這個工作坊的一個強度 以及這個課程的扎實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在過程中我們去找出我們的差異 而且去刺激大家去思考 那在法博士的一個安排之下呢 我們也有機會呢透過非常有趣的 這個叫LEGO Series Play 樂高認真玩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透過玩樂高的方式呢 去找出我們的組織架子 最後我們跟Impact Hub Taipei呢 坐下來好好的去思考 真正屬於信宏的社會企業責任是什麼 我相信很多的企業呢 他都會想要做好事 然後呢可能有時候就是捐款啊 或者是做一些慈善的事 但是呢有多少企業真正的坐下來 去思考說現在社會上這麼多的社會議題 哪一些是我們企業本身真正認同的社會議題 然後呢做出這些所謂的社會企業責任 對於社會真正起到一個效益 以及正面的影響 然後呢對企業本身也是極具意義的 那在2019年法博士的安排之下呢 我們有了這個機會去思考這件事情 OK 法博士最後幫我們整理 以及歸納出非常完整的企業品牌架構 但我認為呢 這一句能夠精準的去闡述出 我們的核心價值觀的這句話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的難得的 這句叫做並肩實現超越 We achieve better 那很多人可能會誤以為說這個是我們的slogan 其實這個不是 這個是完完全全屬於信宏內部的一個核心價值 也就是說其實如果不是今天這場分享會 這句話是不會在任何的外宣啊 或者是媒體上面去曝光的 那這短短的一句話其實闡述了我們在未來的5年 10年20年都想要持續的執行以及內化的文化準則 分別是並肩 並肩代表著團隊 代表著呢我們重視團隊的績效 而不是個人主義或個人的表現 第二是實現 實現代表著執行 代表我們重視執行力而不是呢空談 最後是超越 超越代表著成長 代表著呢我們鼓勵所有的員工呢 都應該持續的擁抱成長思維 不應該自滿於現在的表現以及能力 在經過了2019年完全從內部出發的品牌輔導之後呢 2020年我們跟擅長視覺以及溝通的subkarma 配合 跟第一年完全從內出發的workshop的方式不一樣 subkarma透過非常紮實的外部買家訪談呢 重新幫我們蒐集了這些非常寶貴的買家意見 那並基於這些買家意見以及市場調查的結果呢 重新在押注機這個市場上幫信宏 找到了一個更適合我們的品牌定位 同時在品牌願景 品牌使命 以及品牌承諾 這幾個能夠在精神層面上去凝聚團隊共識 然後驅使團隊向前的品牌元素呢 更加緊扣我們剛剛提到的並肩實現 超越的這個核心價值觀 OK 那subkarma也同時幫我們規劃了真正可以落實 以及執行的一整個年度的溝通計畫 那這個計畫中的很多的部分呢 其實現在都已經正在的被執行當中 那最後當我們所有的這些內在文化 都已經就定位了之後呢 我們讓subkarma重新針對我們的品牌識別 以及標語去做了調整 這個是我們剛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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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的這個品牌個性 同時因為拿掉了色塊之後呢 整個的識別呢看起來更加的俐落 更有力度 同時呢反映了快速以及敏捷 那這也是信宏工業在未來面對 越來越多小量多樣訂單 以及呢越來越多需要客製化服務的 客戶需求的時候 我們秉持的一個態度 SAPHAMA也同時呢 針對於識別應用呢 做了一系列的一個調整 那這裡要提的是呢 針對於行路的第一期的封面 其實我們放上了我們員工的背影 其實原本想要嘗試放上正面 不過因為我們都不是專業的model 所以放上去呢其實有點怪怪的 不過呢透過這樣的一個背影呢 我們其實想要呼應的是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我們想要承諾的 不僅僅只是一台機器 我們其實更考慮到 我們團隊中的人以及客戶 最後我們也採用了 我們全新的slogan 這個在我們過去35年來 其實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 我們從來沒有去思考過 要怎麼用一個簡短有力的slogan 來傳遞我們想要傳遞的一個價值 SAPHAMA幫我們定義了 專注不凡這個slogan 那其實巧妙的運用了壓住機的柱 來取代原本呢只是聚精會神 這種精神狀態的專注 那多了一點動態感 這也呼應了我們前面強調的 我們想要重視的是執行力 OK 那大家可能又會覺得說 這不就是一個簡單的slogan嗎 其實不是的 我們更進一步的去定義了 我們想要創造不凡表現的三個面向 首先第一個不凡是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產品以及服務 為我們的客戶呢 帶來不凡的商業表現 這個是第一個不凡 第二個不凡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提供的工作機會 以及職場環境呢 為我們的員工帶來不凡的成長 最後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有限資源 以及我們微博的一個貢獻呢 為我們企業所在的社區呢 帶來不凡的正面影響 那這個是我們想要在三個面向 創造的不凡表現 這兩年呢 我們分別跟法博斯以及薩卡瑪合作呢 其實我們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個 由內到外 由外到內 都能夠一致傳遞相同價值觀 以及品牌價值的一個品牌架構 可是這裡想要強調的是呢 其實沒有一個人 或者是沒有一間品牌顧問公司呢 能夠一次性的解決這些所有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呢 必須要仰賴企業不斷的不斷的去努力 以及落實這些新發現的元素也好 或是創造出來的新元素也好 我認為這個叫做文化扎根 在整個的過程中呢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來讓法博斯以及薩卡瑪幫我們做出來這些元素呢 真正的落實到組織之中 首先我們把辦公室全部翻新 我們把剛剛定義出來的並肩實現超越 大大的放在我們的會議室的玻璃牆上 為的就是呢 能夠讓所有的員工都能夠接受到這個訊息 也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再來我們每週固定舉辦聚會 由我自己呢挑選主題製作簡報 然後進行了超過20場的一個宣導以及分享 那在疫情爆發之後呢 我們則改用員工性的方式 持續的向團隊呢溝通 我們這些正在形塑的企業文化 那我認為呢抽象的品牌概念呢 需要與實務結合 所以我們同步邀請了顧問呢 向我們進行了精實生產的輔導 那大家可能會 對於製造業的先進前輩來說 精實生產輔導可能不太陌生 OK 但是我們認為不同的是我們把 精實生產的輔導跟品牌做結合 我們把核心價值觀呢 轉譯成真正能夠平和 大家行為表現的一個平和指標 讓我們的團隊真正的知道說 哪些行為是我們期待的 哪些行為呢其實還有調整的空間 再來我們強調擁抱成長思維 所以我們在2020年全體的一個員工 接受教育訓練的一個比例呢 高達70% 那我們也同步設定了自主學習基金 鼓勵員工呢自動的學習 感興趣的新領域以及新的技術 我們強調團隊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調整了 好幾次的一個組織架構 為的是呢 要能夠更大幅度的下放這些權力 以及責任 讓我們的幹部真正能夠 跟他們所帶領的團隊呢 產生出更緊密的一個結合 最後我們在今年的時候呢 舉辦了35年來首次的家庭日 我們邀請員工 邀請他們的家屬來參觀我們的工廠 並且呢親自介紹 導覽我們的工廠給員工家屬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呢 強化員工家屬對於公司的一個認同感 同時呢讓我們的員工家屬對於他們的家人在信宏工作 是能夠感到驕傲的 最後我們透過呢年度滿意度的調查呢 我們收集我們員工最真實的一個反饋以及意見還有問題 然後我們正面的去針對這些問題去做回應 成效是什麼呢 呃 因為這兩年呢我們focus在文化 所以我並不會用太多的商業成效來衡量這兩年的成績 首先呢我認為我們重視的是品牌認同度 所以在這兩年呢其實2020年的品牌 呃 其實是深入到基層以及深入到第一線的一個實際的一個員工 再來呢我們正在行錯的企業文化 其實間接的影響年輕人想要加入我們的意願 在2020年呢我們新進員工的平均年齡其實遠遠的低於 2019年甚至是更早之前的年度 這代表年輕人願意加入現在正在改編的信宏 在職話上面呢 呃剛剛前面提到的這些 客公圖的團隊夥伴呢慢慢的可以有邏輯的去做簡報 可以有自信的上台報告 他們願意拿起麥克風 去做這些他們其實不熟悉的事情 那我相信呢在家庭日的時候看到自己的夥伴帶著他們的小孩 蓋上這個象徵性的手印的時候呢 這個感動是大於所有可以量化的一個指標成效的 最後呢品牌專案它其實沒有辦法為你帶來一個革命性的衝擊 那剛剛所做的這些成效呢我認為也都是附加的 但是呢它能夠幫你精煉出一套高度一致性的溝通工具以及文化準則 那無論你是在對外或者是對內 你都能夠做到一個長期一致性的一個訊息傳達 我認為這個是參加品牌計畫呢 蠻重要的一個成效以及收穫 最後呢是一點我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心得 我認為無論是品牌再造或者是文化的一個塑造呢 它對於企業來說都必須是長期的任務 如果企業呢過度著眼於短期的一個效應呢 它其實是很容易會失敗的 而且呢這裡要強調的一件事情是文化改變 它其實一定會帶來痛苦 無論是呢我剛剛講的精實輔導 又或者是看似非常歡樂的workshop 其實不要忘記了對於製造業工作很多年的夥伴來說 這一些都是不熟悉的事情 而且也是很困難的事情 他們就會來跟你講說 他們寧可回去做分內的工作 也不想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文化改變它是一定會帶來痛苦的 那企業必須要熬過這個陣痛期 那其實呢我不是很喜歡聽到很多人說做品牌做品牌 因為呢做品牌聽起來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可是呢我們比較像是在鍛造一個品牌 我們是在forge一個brand 我們是在不斷的敲打摩擦衝突之下呢 一步一步去鍛造我們的企業品牌 那過程中會帶來痛苦 但是我相信也同樣會讓我們的品牌更加的強大 對於信宏來說呢 無論是對於客戶或者是員工 我們都不僅僅只是想要承諾一台機器 我們不是賣你一台機器 我們也不是聘雇你來生產一台機器 我們想要重新形塑的是一個能夠長期落實 並肩實現超越這個核心價值觀的一個新的企業文化 然後我們相信我們才有辦法在客戶需求 員工成長以及社區責任這三個面向上面 去做到一個專注不凡的一個工業品牌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最後想要特別感謝經濟部工業局 台灣品牌要非計畫的一個媒合以及資源 讓我們有機會在這兩年呢 跟法博士以及薩卡瑪合作 那也感謝這兩間非常優秀的品牌公司的協助 那信宏工業才有今天的成果 可以向各位先進前輩分享 那謝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是信宏工業 謝謝